度假屋遭遇恐怖分子息息 军火公司总裁扛起刚刚研发的新型武器精英环机 今儿跟大伙聊一部英国的恐怖喜剧片《断头7》 在一个不易出门的日子里 军火公司的几名精英乘大巴车前往东欧某国搞团建 军火公司75年来为很多国家提供了最先进的武器 挑起了无数的战争 可以说他们挣的每一毛钱都沾满了鲜血 大巴车拐到一条小路上之后 一棵大树拦住了他们的去路 经理查看地图 让司机从另一条小路绕过去 但是被司机给拒绝了 由于双方的语言不通 彼此完全就是鸡通鸭讲 两人都用各自的母语握扣了对方的全家 司机最后忍无可忍 扔下这几个倒霉袋开着车扬长而去了 根据经理和老抽哥的分析 这里距离他们的目的地已经不远了 大概也就在一英里到十英里之间 大巴车这边前脚刚走 大家伙就听到从不远处传来了大狗熊的咆哮 认为的方向前进 而大狗熊始终在默默的寻找着机会 经过长途跋涉 他们终于看到了一幢隐藏在森林里的房子 虽然这不是他们预定的那个旅馆 但一个个全都累屁了 只能暂时在这歇脚了 这座别墅似乎已经闲置了很久 大厅里布满了灰尘 团队人心涣散 一个个都满腹的牢骚 作为领队的经理 发表了他自己都不信的讲话 算是暂时稳住了大家的布满情绪 马屁星在院子里瞎溜达的时候 看到了一个游泳池 他瞬间就回到了缺心眼的海体时代 连蹦带跳最后掉进了水里 哈里斯在一个抽屉里找到了一些资料 认为这里以前很可能是个精神病院 哈里斯讲了一个故事 大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 有家精神病院的病人造反了 最后政府用他们军火公司的毒气 杀死了这些精神病人 但有一位病人大难不死逃了出去 并发誓一定要杀死自己 遇到的每一个军火公司的职员 接下来眼镜姐又讲了一个 关于军火公司的故事 在一个战犯监禁中心 关押着一些杀戮成性的士兵 政府尝试了很多办法 想治愈这些士兵的精神问题 但最后都失败 后来其中的一些人逃了出去 藏在了附近的空房子里 政府出动了大批的人马 用军火公司生产的武器 把这些人给干掉 晚上眼镜姐睡不着起来瞎悬慕 看到窗外的丛林里 站着一个蒙面人 眼镜姐的一声尖叫 把所有人都吓尿了 老抽哥和哈里斯 拿着手电筒到附近查看 除了一些铁架子 也没有看到别人 金发姐认为此地不可久留 必须马上走 但经理不希望 这次的活动已失败过程 决定还是再观察观察 第二天一早 经理终于拿出了一个方案 让哈里斯和眼镜姐 到山上找手机信号 然后打电话寻求帮助 其他人则留在原地 进行彩蛋枪的游戏活动 哈里斯和眼镜姐 出去找手机信号的时候 在路边看到了 他们乘坐的那辆大把车 而那位脾气不太好的司机 已经被人杀害在了 旁边的水沟里 哈里斯和眼镜姐 意识到大事不妙 急忙开着车回去接其他人 彩蛋枪游戏进行到一半的时候 作为裁判的马屁精 一不留神踩到了捕兽甲 大家伙七手八脚上去帮忙 由于捕兽甲的咬合力太强 老抽哥和柯耀哥 刚刚掰开就又脱手了 反复几次成功的 把马屁精的小腿给截肢了 这时候大家才发现 这附近被人恶意 放了很多的捕兽甲 就在他们惊慌失措的时候 哈里斯和眼镜姐 开着车及时回来 一帮人行李也不要了 乘着大巴车疯狂的逃算 可刚跑出没多远 就被人为放着的障碍物 扎破了轮胎 大巴车连人带车 侧翻在了路边 被摔蒙圈的哈里斯 刚醒过来 就被人一刀把头给砍掉了 被摔得神志不清的眼镜姐 也很快被人绑在了树上 并且当场被蒙面人给烧死了 其他人从车里出来之后 急忙抬着断腿的马屁精 返回了旅馆 为了防止恐怖分子杀进来 老抽哥把门窗都给封死了 柯耀哥和金发姐 正坐在一块抽烟的时候 有人居然从他们背后 把昏迷的马屁精给拖走了 而这二位居然一点都没察觉 等马屁精发出惨叫了 无理这三位才发现 马屁精不见了 他们顺着声音的方向 来到地下室 看到这里果然是一个监禁所 原来这桩别墅 正是眼镜姐故事里 那个战犯监禁中心 而袭击他们的这些恐怖分子 就是那帮逃出去的 杀戮成型的士兵 他们认为军火公司 是所有战争的帮凶 因此才会对这些人大开插戒 不幸中弹的老抽哥 很快就不行了 临死前还不忘提醒 自己暗恋的女神金发姐 要注意安全 现在查查人头 就剩下经历柯耀哥和金发姐 面对目前的形势 经历审时度势 不顾别人的安危 一个人撒子撩了 不过这哥们跑出没多远 就踩到了他们家生产的地雷 金发姐和柯耀哥 配合的还是比较默契 很快就把追杀 他们的那个杀手给干掉 当两人勾肩大胃的 刚走出门 就被一帮精神 有问题的士兵给堵住了 金发姐先发之人 射出了枪里的最后一颗子弹 然后和柯耀哥撒腿又跑 很快两人便撞进了 还踩着地雷的经理 经理知道自己难逃一劫 他先把金发姐和柯耀哥 放了过去 然后大声吆喝着吸引敌人的注意 准备拉上几个点被 这是经理的最后一场戏 为了给观众留下一个好印象 他大意凛然的抬起了脚 金发姐和柯耀哥一路疯狂逃窜 无意中来到了一幢装修豪华的别墅 原来这里才是他们本该下榻的绿管 此时军火公司的总裁 正在和两位大姐花天酒地 当听说有恐怖分子正在追杀他们 总裁这火蹬的一下就冲到了脑袋顶 扛起刚研发出来的新型武器 就走到了门口 随着他的发射 火箭弹准确的命中了一架过路的客机 一看这一炮打偏了 几个人急忙虚晃一招仨子就撩 首先是两位大姐 跑着跑着扑通就掉进了陷阱 紧接着金发姐也中了圈套 刚磕完药的柯耀哥跟打了鸡血似的 很快就干掉了两个训练有素的士兵 要说长得漂亮确实有好处 本来金发姐是必死无疑了 但这哥们一看金发姐颇有几分姿色 便动了外心思了 两人在纠缠中 金发姐放手一搏居然反杀了 受了伤的柯耀哥正靠在树上捣气的时候 突然看到了正在自救的两位大姐 金发姐沿着铁轨一路狂奔 来到了曾经的监禁中心的仓库 电话倒是能打通 但对方显然没把金发姐的话当回事 金发姐刚从屋里跑出来 就撞进来那位烧死眼镜姐的恐怖分子 眼瞅着金发姐要嗝屁 柯耀哥带着两位大姐及时赶到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守堂尸压惊 如果被车撞懵逼 首先应该找司机 责怪汽车生产商脑子肯定没力踢了